高速箱前年婴儿出生数为104人 去年降至98人 为提振生育率 近日在厢明代表会的支持下 通过生育奖励金补助自治条例 资格包括新生儿出生登记高速箱 新生儿复货母正义方 于新生儿出生日址 涉及高速连续满一年以上 申请补助时 新生儿复货母仍涉及高速箱 每一位新生儿将能获得三万元补助 在高速住有一年以上的民众 生育生小孩就有补助 第一胎三万元 奖励鼓励我们的乡亲 能够多多生小孩 因为现在的人口都有衰退了 除了新增的生育补助 高速箱近年度 针对向内三所国中九所国小的书籍费 营养午餐费等补助 编列八百万元 另有国中小水果费 补助两百二十万元 共约一千万元 而为了抢救人口数 新元香奈会日前也无意义通过 乡公所提出的生育补助津贴方案 每名新生儿补贴五千元 相关法规将送县补盒备 最快今年七月就能实施 当前乡长这是我的证件之一 就是要有生育津贴来鼓励 我们乡的青年朋友 鼓励他生育 来增加我们新元香的人口 不然新元香一直在人口逐渐减少 还有就是老化惊喜 新元香长方冠丁表示 生育补助津贴领取资格设定父母其中一人 需设计新元香一年以上 新生儿也必须设计新元 去年新元香仅约160名婴儿 希望推出生育补助津贴 鼓励年轻人生育 维持香内生育率不再恶化 评论新闻张如云张志豪采访报道